卢比的价值在印度尼西亚央行意外降息之后 已经下降了1%了 今天与我们一起讨论和带来分析的是乔恩·哈里森 乔恩你好 印尼央行做出了突然降息的决定 是市场之前没有预料到的 您认为这是正确的决定吗 印尼卢比将会继续地下跌吗 是的 我认为在未来的一个月中 卢比的价值将会要继续地下降 央行的政策毫无疑问将会让卢比继续贬值 印度尼西亚取得过很好的经济增长 但是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那么您认为它需要多长的时间去实施改革呢 13.200是您的中期预测 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您的理由吗 是这样的 我认为在未来三个月的时间之内 印度尼西亚卢比对美元的汇率将会继续地下降 13.200是我的中期价格预测 印尼央行似乎又回到了2013年宽松过后 卢比大幅贬值的处境 再加上美元的强势 对于几乎所有的新兴国家的货币 都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美联储很可能在年底提高利率 这对美元来说是一个提振的因素 您对该货币对的长期预测价格是什么呢 在印尼央行突然降息之后 市场仿佛陷入到了削减的恐慌之中 其中印尼的经常涨减少 以及贸易赤字增长 印尼的贸易前景也与2013年的时候 十分地接近了 这是由于国际大环境的不景气 以及商品价格下降所引起的 印尼的贸易赤字 占到总GDP的3%左右 这对于经济来说 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央行也希望看到货币进行适度的贬值 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我预测在一年以后 美元对卢比的价格 将会要来到14.00左右 而卢比也将会继续地持续贬值 乔恩 感谢您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见解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再见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